是的 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 早在我们爱你之前 你就已经把满满的爱给了我们 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都有不同的密定 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密定 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计划 就是要活出来 谢谢你 可求你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器皿 来成为你爱的管道 让更多的人在我们生活中 更多的人还没有认识你的 可以因着我们来认识神 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 你的爱都保守我们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刚硬 我们不认为这是来自于神的爱 或是我们没有察觉 但是都恳求你知道 这是我们的软弱 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爱我们 无论怎样你的爱都是属于我们同在 谢谢你因着爱我们 再次聚集在你的圣殿 我们将今天的一切的祭拜都交托在你的手中 也愿你的礼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将我们的教会 交托在你的手中 在我们这段期间 我们没有牧者的时候 我们恳求你依然与我们同行 我们也相信你必定与我们同行 我们在这个教会 我们要尊你为大 我们要尊主做大 谢谢你 为我们拆盘 你知道你的羊群们需要有牧者来牧羊我们 有牧者来关心我们 是的 我们要将这些事交托在你的手中 愿你大大的掌权成为我们前面的方向 谢谢你 我们要将我们在下一个礼拜 我们有长老的改选 以及在11月1个礼拜的指示的改选 恳求你 你圣灵的活 更眺望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们有愿意服侍的心 我们服侍的心 不是为了成就我们个人的事业 成就我个人的美名 而是为了要使宝座上的高野 得着荣耀 恳求你在这样子的改选上面 你的灵大闹的运作 我们将今天一切的祭拜 完全降落在你的手中 为你的圣灵 特别与我们的牧师 与我们的传道 无传道同在 以为他的口所讲的 都是有利于 使我们的心 都能够得着益处 也恳求你恩到 他的身心里 一切都有圣灵你的保守 我们将以下的祭拜时间 完全降落在你的手中 恳求你 与我们同在 将祷告 奉处耶稣的名秀 阿们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解释 马可福音第七章 二十四到三世界 新约 马可福音第七章 二十四到三世界 这个圣经解释在讲 父人信心的赏识 我们一起来看 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 耶稣从那里起身 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进了一家 不愿意人知道 却已藏不住 当下有一个妇人 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 听见耶稣的事 就来伏伏在她脚前 二十六节 这父人是西蒂尼的属 叙利菲林基主 她求耶稣赶出 赶出那鬼 离开她的女儿 耶稣对她说 让儿女们先吃饱 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 二十八节 父人说 父人回答说 主啊 不错 但是狗在桌子底下 也是孩子们的碎杂儿 二十九节 耶稣对她说 因这句话 你回去吧 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 她就回家去 见小孩子躺在床上 鬼已经出去了 以上是神的话语 因为神是给我们智慧 更明亮她的话语 所带给我们的教导 以下的时间 今天的讲道是吴庆华传道 传道今天要讲的讲题是 二等功名逆转圣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传道